大家好,这一节跟我们继续讲一下评论页的设计 我们更多的还是讲整个这个页面生成之前的一些所做的一些事情 就是对竞品分析,还有对整个页面的布局交互的一些分析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评论页面的成品是什么样子 这个头部还是延续用以前的红色的一个头部 然后呢,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保留了我们新闻详细页里面的那个头部的那个部分 就是标题部分,再往下的话,这个是有点像是把新闻详细的那个内容给它换成评论的内容 这一块呢,又把它换成了这个点,点击进去是评论的 然后才可以返回去运运的这么一个按钮 那其实整个这个页面的话还是无可避免会借鉴很多比较好的一些案例了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一些跟我们相似的一些产品 这个是金日脱条嘛,这个是程序新闻,这个是网易新闻的 他们的相应的一个评论页面 其实我们这个产品呢,参考还是这两个产品,对不对 一个金日脱条,一个网易新闻 那这两块的话,本来是应该有的 但是呢,由于那个看到了这个腾讯新闻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也蛮重要的 所以呢,我们把这两块去掉了 借鉴的那个腾讯新闻的这个模块 它的出处,还有它的日期,还有它的评论数 这块都跟它是一模一样的 包括这个标题,当然我们的标题可能相对来说小了一些 但是呢,整个这个评论的内容 我们还是大概的借鉴了这个金日脱条的 那你看,用户名,是吧 内容,时间,赞,还有呢,回复 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出这个图像 金日脱条是用的是方形加圆角的 而我们用的是圆形的 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整个产品呢 它的一个皮肤的风格大概的都是借鉴这个文艺新闻的 所以我们还是为延续用圆的为主 来作为我们整个这个产品的一个图形的一个模型 你看,现在很多这个产品都是女人的图形 这个是凤凰的 这个是凤凰的 这个是新浪的 这个是人民日报的 这比人民日报的这个地方做的比较差 现在它整个icon的话都没办法同意起来 然后呢,这个是 就相对来说会比较同意一些 比较前夕的 觉得新浪的 那统一呢,肯定是我们作为设计所要坚持的这么一个原则了 这样看起来的话才像整个产品的整体性 所以我们再回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产品 好,用圆形的 然后呢 把内容凸出来 所以它的自己是最粗最大的 让大家主要看的还是看评论内容 然后呢 这两个风格是一致的 那背景呢 也是基本上是用弹灰的 看起来不会太难受 看起来也不会太难受 那有人就说了 那你这个页面会看得很久吗 当然如果是对评论页面感兴趣的人呢 他会看得蛮久的 而且呢 他也会在这里呢 那个非常的仔细的 非常讲究的输入他的一些深恢复 所以为什么这个页面的话 你会很受重视的 我们举个例子评论 说像以前很流行的一个 有钱任性 其实是因为在下面的一个深评论呢 让大家觉得这个评论呢 非常的牛逼 然后呢 最好炒开了 所以呢 很多产品呢 对这个评论页面还是蛮重视的 因为他经常说 有一部分用户 还是蛮在乎这个页面的 所以呢 他的交互 他的设计 还是蛮细节 蛮有的东西可以讲究 我们再来简单的看一下 这两个按钮 说到这两个按钮 我们简单的来讲一下 他是怎么诞生的 说白了吧 这种按钮其实是从 那个阿里妈妈那边的 一个素材库里面拿出来的 我们来看一下 是吧 当初选了这么多个 这么多个按钮 最后呢 为什么选择这两个呢 这个的话可能 还是有些地方 还是需要再改进一些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要的 一个是 外 外圆形 相对细一些的 然后里面的一些元素呢 稍微粗一些 就像我们这个产品 我们产品的这个 我们产品的这个 统一的这个icon 是吧 外线条细一些 然后内线条粗一些 所以呢 这个应该还要在 它的基础上 做一些 其实还能够做到众体谈 为什么这个不要做原型 这个做原型 就已经有点太那个了 太做作了 而且别人很多也是看不大懂的 当然也可以选择像这种类型的 但是如果说语言的太短 看起来的话 会视觉批动 那节奏性没那么强 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说用赞的话 大家更倾向 还是用大拇指 这种形式会更直观一些 那大拇指在 在在在在在在外面 在圈一个圈的话 就显得有点做作 好奇怪 所以我们暂时呢 还是用这种有原型 跟不规则外边的 这种这种图标 来共同存在 不信呢 我们也看一下 我们的所接见的 风格所接见的 这个产品 就是网易的 还是直接的按钮放出来 不会说 因为这个是原型 而去把这个 就是原型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部分 你看 这一块的话 相对来说 比较舒朗一些 所以空间 我们给它放大一些 那这一块呢 多一个红色的目的呢 还是让大家 在一眼一看的话 能够马上注意到 这些是评论 从这边开始的话 是内容 所以多一个红色 是引大家的注意力 是这个目的的 那这块的话 其实还是我们上 上节课所讲的 还是一个缺陷的 这块的话 还是建议 还是用圆的 这种形式 再用圆的 这种形式 来做 它会想到更同一一些 这里有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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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多了一些呢 这里有圆的 好像圆的东西太多了 用这种线 包括这种 再跟大家把它扑一下 还是能够 节奏感 还是能够 能够扑得来的 像这种 也是用方 对不对 好 我们再看一下 这个头部 头部的还是 头部的还是 沿用整个产品的 这个头部用红色的 这个 把这块的 选择 就统一一些 话说回来了 如果说 整个产品 这块都是红色的话 它一路看下去的话 都是 都是这样的一种 识别的话 慢慢的话 它看了 其他也没看多了 它会把它 说从一个定向思维的 把它弱化掉了 然后把注意力关注到 那些每个页面 所提向 对它 不同的一个内容 这边来了 所以呢 用红色 是在一个感官上 会吸引人注意力 但是呢 它一旦成为了一种定型之后 大家也会慢慢把它 忽略掉了 这也是 选用红色的目的 当然 用红色的话 一定是会吸引大家 的注意力的 所以这一块的话 建议的话 还是用浅色的 淡化掉 浅色的淡化掉 就意味着 其他的一些页面 用淡化掉 只有一些重要的一些地方 我们用红色的 去把它提升出来 那整个产品的识别 它的大的一个标准色 是用红色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好 那整个这个页面的 简单的一个布局 还有我们设计的一些用途 就说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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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